刚才本山大叔说了 原本打算上春晚的小品星球会议 已经被另一个小品替代了 而这个新小品的名字就叫做同桌的你 那么内容是什么样的呢 都有谁来登台呢 我们了解一下 赵本山的小品一直是春晚的重头戏 此前有媒体曾多次爆料小品星球会议的内容 并在网上曝光剧本 这也使得赵本山和节目组 不得不忍痛割爱 将节目更换为同桌的你 新小品同桌的你 讲述了王小丽在多年后 带儿子小沈阳拜访小学同学李林 但一封情书却引来了李林老公赵本山的诸多误会 当然这封笑点十足的情书 可谓是整个小品的最大亮点 频频引发信场观众笑声 搞笑台词层出不穷 在舞台不景上 同桌的你依旧充满了浓郁的东北风情 土炕 毛毡帽等东北元素一样都不少 据了解 小品在彩排时持续了20分钟 预计将在春晚当天23点10分左右出现 去年春晚打酱油的小沈阳 今年戏粉颇重 在小品中 小沈阳出演了王小丽的儿子 连续他一贯的表演风格 尤其小沈阳在现场朗读的情书时 可谓笑点十足 也正是因为这封情书 才可以让赵本山 王小丽 李林 兵士前嫌 重拾友谊 另外 小沈阳还将在小品最后演唱经典歌曲 《同桌的你》 让人非常期待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 目前《同桌的你》只锁定了 包括本山大叔在内的四个演员 但本山大叔是个很随性的人 连上台之前也可能增加其他人选 但增加谁只有演出时才会揭晓答案